Someday I'll find home 我先講他 我覺得他個性就是很無聊 就是沒有歌姓可言 平常真的就是很無聊暮嫩 然後沒有任何情緒反應 就問他喜不喜歡什麼 這個東西好不好吃 然後有沒有什麼想法 他的回答疑慮都是 還不錯啊 還可以啊 就是非常無聊的一個人 可是當他在做就是 認真演出的事情的時候 他又可以很認真 很積極的去投入 就是個很認真又無聊的人吧 對 就是某一次 在我們大學同學去環島 然後環島到台北來 到北車的時候 第一次碰面 我大學同學 就是他的國高中同學 我們就碰面 那時候是暑假 我們認識到告白那一天 對不對 告白當下其實蠻緊張的 我在想說 血氣放鋼很兇鬥 很不容易 因為可能他那時候 跟一群朋友 都是男生嘛 然後講話就喜歡 念不講話 我們就是血氣放鋼很兇鬥 好像好在幹嘛 然後就兩個人 就要去哪邊的那種感覺 去哪邊是這樣 他其實一開始 在北車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就是一個安安靜靜的女生 對她第一印象就是 怎麼現在還有女生會拿手帕在擦汗 好像看起來蠻會讀書 然後蠻 是蠻秀氣的感覺 沒錯啊 沒錯啊 感覺沒錯啊 算是 我們動作當然不一樣 心事不一樣 然後我常常就是忙起來的時候 真的就是忙到病鬼的那一種 明明就是假日 但我還是要加班的話 她就會來公司幫我做 其實說 哇 沒優點 廚房不幾輩子啊 不知道從哪個開始 太多了 那我想一下從哪個開始 對於我 她其實我覺得她不是完全新人 然後不會對我產生任何壓力啊 就是反正出去了就是放生了一樣 對放生了一樣 不錯就是放生了 她只是平常我回來的時候 她可能又 欸又什麼這個不會那個不會 但是我不在了 我不在的時候她什麼都會 對耶 她不在的時候我必須盡力不強 我什麼都會做 可是她一回來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覺得 我這個我想說那個不想說 很用心的策劃了一場很兩光的求婚 其實那天是我神日 然後剛好遇到禮拜六吧 然後我覺得我已經忙這麼久了 我當然不要再去公司啊 我當然就是想在家耍飛一天這樣 然後因為她那天也就是跟我講 她那天沒有放假 然後 我特別跑回來 對 因為我平常是生活做其實算是蠻固定的人 我早餐都一定是去吃哪一家早餐店 反正那天早上我起來之後 她就有一些很很爛的理由 然後一直要我去公司 我就天性就是反骨 就是嗯 我就不想去公司 你幹嘛一直叫我去公司 她就會一直就是有一些很爛的理由 然後我會覺得那裡有個是爛到 我就很不想理她 但是她又一直就是講 拜託啦等等 我就想說好 那就等我吃完早餐 我再去公司 就那天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心血來潮 我就突然間不去那一間早餐店吃 我就突然間換別間 完全失控 我也沒有在早餐店裡面吃 我是買回家一次 然後突然間就有人按我家店 就是我的大學的一群好朋友 他們就拿著一堆氣球 就是在我家出現 說祝我生日快樂啊這樣 那時候還蠻感動的 因為其實已經大家大學畢業之後 然後還會這樣子 大家一起出現來幫你慶生 真的還 就無以名狀的感動這樣子 帶著就是那一群 一群大學的同學 然後就走去公司 一去公司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間覺得公司的物質 好像有點不一樣 而且真的是他很白癡 就他把他的東西放在我的座位上 對 然後想說他不是沒放假啦 為什麼他的東西會在我的座位上 而且我的電腦不見的 對 我的電腦不見的吧 然後為什麼就是 他來就算了 然後還投我電腦 然後突然間有人就是叫我進會議室裡面 然後就是一個影片 那我就想應該是他幫我很用心的做了這個影片 然後我就在看那個影片 對 就突然間冒出他的聲音 然後叫我去找他 然後我就一走出去 我就看到他在我們公司外面的走廊上 就是有鋪成那個紅色藏廊 然後他就站在那一端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好害羞喔 好害羞喔 我要不要過去啊這樣 然後他的 他的小助手就是很貼心的要過來幫我開門 然後就開不了 因為我們的公司要刷卡才能開門 是不是很兩光 這個是我的卡片還放在我 換下的衣服口袋裡面 然後在我的衛生站 所以大家就在笑著 我就說沒關係我自己去開門 我就自己拿鑰匙開門 就是講出來就很好笑啊 就是 也是很深刻啊 到底有誰可以有那麼兩光的經驗 我愛留美的生子儀 都要陪著你然後一起運過 就是會 就是會這樣照顧你 然後一路到老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